主要下起豪大雨 大理人化里的凤凰路与工业路 就会积水一片 严重使水深海一度击吸 让居民和附近工厂市备受困扰 为了解决淹水的问题 桥池水利局计划进行 从凤凰路经工业八路 连接到工业路的地下排水相寒 并召开场说明会 跟民众进行意见交流 就是在凤凰路 还有工业八路那个地方 做一个大型的测沟 把凤凰路八十八号 上游下来的土沟的水 全部截掉 这个沟预定在八月底设计完成 我们水利这边 和规划科这边 在我们林化楼 我们可以规划一个下水岛 一个湘汗 让我们林化地区这边 会感染到淹水的问题 从凤凰路引流到工业路的 地下排水相寒工程 预计在八月份发薄动工 但地方明代却认为 施做测沟引流的方法都只是治标 要解决当地淹水 还是得先将水流分断截流 才能一劳永逸 为什麽你不想去跟他说 你只流高队的时候 流地下湘汗就 截流水有超好客气 你就不想去做 不是说今天我们要给你帮你 现在的工作也在这里 它的路还没有封城 还在说那些管路 说什么是不是 你可以整个月就为这里做一条 这个下水档还是一个湘汗 让我们直接引起炒呼吸 这里这点 绝对 荒荒路这边的淹水绝对会解释 因为这个下水档还是要做的 绝对会解释 但进化路这边也是要做 说明会上民众纷纷表达意见 希望可以提供水利局规划出 更详尽的改善区域排水计划 逐步来进行 让已经淹了好多年的老问题 能够早日解决 民众也不用再 只要下大雨就担心受怕 接来去封台中采访不到